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菜艳游式的庭园种菜频道 在后院种菜种花种草,好像为了蚊子更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种了荷花、椒白、葡萄、茨固等水生植物 蚊子会更多,因此后院种花种菜一定要防止蚊子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与朋友们分享多年来积累的防止蚊子的经验 特别是关于生物受虫肌、鼻涕毒蛋白、用量而有效期的食盐结果 1.减少后院积水 夏天时,哪里有积水哪里就有蚊子自生 而没来得及瘦瘦的育苗盆,汪汪是种在去 里面的水需要及时倒掉,以免成为蚊子生懒的场所 这些水很脏,但在植物那时,里面有一点点养分 2.及时处理温暖 我和大多数政治爱好者一样,都会收集鱼水,放在后院叫花叫菜 鱼水是很好的水,尤其用在带自来水过敏的名贵花卉上 鱼水在后院放几天,就有蚊子在里面下暖 这些黑黑的,是蚊子的暖 一小半蚊子蚊可以变成十几条几十条幽虫 在蚊子蚊变成幽虫之前,用漏勺把蚊子蚊捞出来 蚊子蚊是高蛋白可以给盆栽植物当有机肥料 蚊子蚊子蚊一刻都离不开水,离开水一会就干死 利用这个原理,黑蚊花盆干湿交替,撒死蚊子蚊 在盆里的水快干死,幽虫都集中到低洼处 等水全干了,蚊子幽虫就变成有机肥,化作氨离子被植物吸收 这时候需要再加水,不能让水生植物干死 过几天,再来一遍干湿交替 在焦白,荷花小的时候,这个方法操作起来很方便 四,生物防治 防治蚊子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生物防治 激,鼻涕毒蛋白 这个方法适合院子里所有积水的地方,包括水生植物的花盆 鼻涕毒蛋白,中文叫苏庸精牙包杆菌 是一种土壤里常见的细菌 鼻涕毒蛋白在当地商店和网上都非常容易买到 我以前买的是这种包装,叫做Mosquito Dunk 这种包装的BT毒蛋白的缺点,是用的时候需要扒开,一定不方便 我现在更喜欢这种颗粒包装,Mosquito Beats 两种包装的有效成分一样,但这种颗粒用起来更方便 朋友们可以考虑在网上买一大包,然后几个人分 这样单价会便宜很多 如果不予附近朋友分,这么一大包也可以自己留着 吸烟是自己用,几十年之后自己老了,不能蒸花蒸菜了 这将其当着传家宝,直直生生传下去 根据我的理解,只要不受潮,BT毒蛋白是不会变质的 五,BT毒蛋白用量 我今天做了一个小试验,看看最少需要多少用量 才能撒死蚊子幽虫 这是五加冷水,相当于二热生 为了这个试验,我已有意让蚊子在里面大量采卵 同时也把其他地方的蚊子幽虫也捞过了一些,放在一起 这一桶水里估计有好几百幽虫 加一小勺BT毒蛋白,这么一小勺BT毒蛋白,大约两克 两个小时之后,效果就出来了,鱼的幼虫已经混了过去 12小时之后,所有的蚊子幼虫都飘了起来,效果超级好 在荷花缸和在胶白桶里的具体用量,要看积水的多少 我建议从少量开始,看看第二天蚊子幽虫有没有还在上下游动 如果蚊子幽虫还活着,需要加大用量 这样两三次下来就掌握了BT毒蛋白的用量 用最少的量,杀死最多的蚊子幽虫 六,BT毒蛋白有消息,有兜酒 小实验开始之后,我每天检查水桶,看看药效能持续兜酒 五天之后,蚊子还没有回来下暖 十天之后,蚊子还没有回来下暖 过了半个月,药效慢慢消失,蚊子才又来采卵 到这个时候需要再用一次BT毒蛋白了 从这个实验看出,只要很少的BT毒蛋白就可以有效杀死蚊子幽虫 而且两周之内不会有蚊子来采卵 BT毒蛋白是专心很强的生物杀虫剂 只杀蚊子幽虫带水里的其他水深昆虫无害 蚊子幽虫杀死了,水里的其他无害小虫子开心得很 BT毒蛋白对蜜蜂和其他受粉昆虫也没有影响 我的小蜜经常来喝,用够BT毒蛋白的水 总之,只要减少后院接水,定期使用BT毒蛋白 即使院子里有很多水深植物,也可以有效控制蚊子的数量 在后院蒸花蒸菜时,少受蚊子的叮咬 感谢光临车验仪式的频道,请分享,请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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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时间